印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 要求6名加拿大外交官限期离境 并决定从加拿大撤回6名外交官 同一天 加拿大外交部宣布 以涉嫌暴力犯罪活动为由 驱逐6名印度外交官 印度外交部在新闻公报中说 印度外交部13号收到加拿大方面通报称 印度驻加拿大高级专员和其他外交官 是2023年一名印度裔西克教分离主义者 遇刺案调查的嫌疑人员 印度外交部14号召见 加拿大驻印度临时代办进行严厉反驳 并否认有关印度外交人员 参与该谋杀案的指控 当日下午 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称 印方已决定从加拿大撤回高级专员等 6名外交官 14号晚 印度政府要求加拿大 包括驻印度临时代办在内的6名外交官 于19号23时59分前离开印度 加拿大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 宣布以涉嫌暴力犯罪活动为由 驱逐印度住家高级专员和其他5名外交官 声明说 加拿大警方收集了确凿证据 为进一步调查并允许警方约谈相关人员 加方要求印度方面放弃外交和领事豁免 并配合调查 但由于印度方面予以拒绝 并考虑到加拿大人的公共安全问题 加拿大向上述6人发出了驱逐通知 去年6月 加拿大西克教领袖 哈迪普辛格尼加尔在加拿大遭枪杀 加方指认印度政府卷入谋杀 并对部分印度外交人员展开调查 印度方面否认相关指控 两国外交关系陷入紧张 aspir达 缀 缀 构